观天看地 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庄子在奇无论中讲了一个故事 说有一天自己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 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庄子 于是他不知道到底谁是真实的存在 梦中的蝴蝶还是现实中的庄子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庄子提出的一个哲学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现代正在探讨的科学问题 能生动的用具体的画面来表现这个现实与梦境的关系的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美国大片 《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了 那么这两部大片讲到的 到底是科学幻想还是真实世界的在线呢 你眼前看到的这个世界都是真的吗 当今的世界网络高度发达 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如果持续发展下去 人类是否会在未来真的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呢 真实和虚拟之间区分又在哪里呢 这个世界只有十亿分之一的几率是真实存在的 说这句话的人叫Elon Musk Elon Musk 他是谁呢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2002年6月他和人共同创办了SpaceX 一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成功的开启了太空私营化的时代 他还曾经和人创办了特斯拉汽车 是电动骑车Tesla Roadster的设计者之一 以及PayPal这个迄今最成功的网上付费方式 被誉为科学怪咖 1991年呢 有一本极度畅销的书在美国出版了 这本书中讲的理论呢 几乎改变了现代人对宇宙和人类世界的认识 这本书叫The Holographic Universe 全息宇宙 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Michael Tebert 1953年出生于美国的密西根州 年轻的时候 是一名自由的撰稿人 在Omi和The Village Voice等杂志上 发表探索科学与精神之间融合的文章 他写的鬼怪小说呢 是喜爱惊悚故事读者群的最爱 但让他最出名的 还是他写的关于新时代概念 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现象的 非小说类的书籍 《全息宇宙》呢 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了 书中啊 提出的整个宇宙都是全息图的概念 今天已经越来越被普遍的接受 这本书呢 至今还在在版中 而书中讨论的问题啊 至今也还在热议当中 书中啊 麦克写了一个非常神奇的 催眠故事 1970年代初的一天 麦克亲眼看到 父亲的一位朋友汤姆 在接受一位专业催眠师的催眠实验过程中啊 所发生的奇妙的情景 催眠师让汤姆进入催眠状态后呢 告诉汤姆 当他从催眠状态出来的时候呢 将看不见自己的女儿罗拉 接着催眠师叫汤姆的女儿罗拉 站在汤姆的面前 然后催眠师将汤姆从催眠的模式中唤醒 这时 麦克看到 汤姆揉了揉眼睛 悟然的环顾房内四周 不仅对近在咫尺的女儿罗拉视而不见 甚至连女儿看着她呵呵直笑的笑声也听不见 这时催眠师走到罗拉的身后 从口袋里呢 掏出了一块怀表 她把怀表啊 紧紧的握在手里面 不让人看见怀表 然后把手放到罗拉的背后 抵在罗拉的背上 接着她问 你能看见我手里握的是什么东西吗 奇妙的事情不可思议的发生了 汤姆向前倾了倾身子 视线穿过罗拉的肚子 看到了催眠师手里的怀表 她说那是一只怀表 催眠师点点头 然后又问 能看见怀表上所刻的是什么文字吗 只见汤姆眯起眼睛 似乎是在努力的想看清表上的字 然后他念出了怀表上主人的名字 这个人的名字呢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接着汤姆还念出了怀表上的纪念文字 催眠师微笑着打开了手掌 让在场的朋友们传看怀表 上面刻的字跟汤姆念的竟然一字不差 事后啊 麦克问汤姆 你当时真的看不见罗拉吗 汤姆说 是的 完全看不见罗拉 我只看见催眠师站在自己的面前 手里握着一只怀表 类似这样不可思议的现象啊 早在1917年的葡萄牙也曾经发生过 成为至今仍然热议的宗教重大历史事件之一 1917年5月13号这天呢 在葡萄牙的法地马 三个木童像往常一样到附近的山上去放羊 最大的呢叫露西亚桑托斯 她的表妹哈辛提马尔托和表弟弗朗西斯克马尔托 露西亚正在山坡上对着远方大声喊道 阿们 两个弟妹跟着也大声的喊 玛丽亚 喊声刚落 突然一声晴天霹雳 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后 露西亚突然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很吃惊问 你是谁 女子说我来自天堂 但是弗朗西斯克并没有看见任何人 看着露西亚对着前面的空气说话 就问你在和谁说话呢 哈辛塔就让她祈祷 然后呢 弗朗西斯克再下帽子说 我现在可以看到她了 露西亚知道自己见到圣母玛丽亚了 便问 你希望我们做什么呢 圣母让他们每天送读玫瑰经 并让他们连续六个月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内到达这里 她将告诉他们三个秘密 回家后 最小的哈辛塔兴奋的告诉父母 他们今天见到圣母了 父母不相信 就带着哈辛塔到露西亚家去问 露西亚说是真的 消息一传十 十传百 到了6月13日 三个孩子如约来见圣母的时候啊 后面跟来了50多位村民 三个孩子跪下来 虔诚的和圣母说话 但周围的人呢 没有一个看见了圣母 不过还是有人感觉到周围的异样 只是看不见而已 圣母告诉了三个孩子两个秘密 这次神奇的经历啊 很快就传遍了法蒂玛 到7月13号那天 竟然有上千人跑到法蒂玛朝圣 当地的媒体呢 也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省长亚瑟·桑托斯认为 这个事件呢 会导致政治动乱 就把三个孩子给关进了监狱 8月13号那天呢 三个孩子无法去见圣母 他们虽然极度的愤怒 但仍然带领犯人们呢 一起念诵玫瑰经 桑托斯亲自审问 想知道秘密的内容 但遭到了拒绝 露西亚说 她会问圣母 是否可以将秘密告诉她 尽管13号这天 没有见到圣母 但在8月19日 他们还是在 瓦里尼乌斯见到了圣母 到了9月13号的时候啊 去朝圣的人 竟然达到了3万多 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三个 对着空气说话 这次圣母呢 单独向露西亚 展示了第三个秘密 10月13号 也是三个孩子 最后一次见到 圣母的那天 来的人呢 竟然达到了7万 盛况空前 有包摄记者 摄影师 上流阶层 以及教廷派来的人 人们出发朝圣的时候呢 天还下着大雨 当到达现场的时候啊 云层突然裂开了 天上出现了太阳 像盘子一样旋转着 发出彩色的光芒 当人们抬头仰望的时候啊 太阳又突然从天上直落下来 成蛇形冲向地面 又突然升空回到原来的位置 瞬间人们被大雨淋湿的衣服 就完全干了 当时7万人共同见证了 这个太阳奇迹 李约热内卢日报报道说 银色的太阳 被同样刺眼灰色的光包围 好像在旋转 在裂开的云里转动 光转化成美丽的蓝色 好像是通过大教堂里 灼色的玻璃窗 照相跪下伸出手的人群 人群哭泣 光头祈祷 面向着他们等候的奇迹 时间好像静止 它是如此生动 圣母的前两个秘密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地狱的无边火海 圣母显示了恶魔和灵魂 在火中痛苦绝望的尖叫和身影 让三个孩子恐惧的发抖 第二个是如果人们诵读玫瑰经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会结束 俄罗斯应该归顺天主 但如果天主继续被冒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爆发 第三个秘密 圣母仅向路西亚一个人讲了 路西亚只向教皇写信 说过第三个秘密 从未对任何人说过 2005年就在路西亚临终的时候 她突然讲了一句话 吓坏了身边的人 这句话就是 人们再不改过向善 而是持续发动战争 地球就将被一个跳动的太阳烧毁 说完后就安详的离世了 从庄子到麦克尽历的催眠实验 到现实的宗教大实践 从东方到西方 从古到今 这样视而不见的现象 无一例外的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 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 这是违背物理常识的现象 这样的现象呢 可以至少说明两个目前人类用科学 无法解释的问题 一人类的意识可以被随意左右 因为催眠师告诉汤姆 你将看不见罗拉 他就真的看不见了 二人的视觉 只能看见某个指令下 让人看见的物体 指令外的就看不见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只有催眠的作用下 人的意识才可以被左右 而看不见存在的物体 平时发出的意识指令却不行呢 能让部分人看见 而部分人看不见的物质 比如罗拉 到底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呢 看不见的时候 存在于哪里呢 如此令人费解的现象 使得一些物理学家 进入了一种漫无边际的猜测 甚至认为呢 也许我们这个世界 本就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 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而且呢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虚拟的 那么这个世界的一切啊 就都是被写好的城市代码而已 还有的人认为呢 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写好的城市 而计算机的发明呢 是外星人的科技 那么外星人或许就是创造人的神了 对于这种说法呀 有两个问题是可以对此进行质疑的 一呢 是道德说 二呢 是空间纬度说 本次人类出现以后啊 人类的各族裔呢 都存有神创说 不论是哪个宗教信仰 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都留下了先知 上帝 佛陀 道家真人等神仙的各种经书 而经书讲的呢 都是教人欺恶从善的道德伦理 也就是说呢 人之所以为人 与其他和人类相似的生物不同的是 人有伦理道德 但是科学是不讲伦理道德的 不仅不讲呢 还会用科学的那套理论去摧毁人类的道德 用竞争去置换道德 就是争斗打杀 大家目前每天关注的时事都是这些内容 所以呢 目前的动荡的世道啊 都是缺德造成的结果 从宇宙观的角度看呢 外星人不可能是创造生命的神 为什么呢 外星人生存的维度其实和人类是差不多的 用佛家的理论来讲 就是没出三界 不然的话 外星人也用不着为了能源和资源 到地球上来控制人类的星球了 我个人认为呢 外星生物只是宇宙的一种造化 之所以科技高于本次人类 是因为他们在宇宙中存在的时间 要长于本次人类 计算机的二进制呢 使用的就是中国古老的太极原理 因此啊 外星人的生命层级和人类是一个层级的 那么法蒂玛的玫瑰预言真的准吗 里面讲的战争似乎今天并没有发生啊 其实啊 早就发生了 只是大家没有看见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也就是中共对整个世界发动的超限战 大家目前面对的新冠状病毒 其实就是武器的一种 蓝金黄也是战争武器的一种 蓝呢 就是用网络高科技攻击 这个啊 大家在美国大选中早就领教了 金呢 就是金钱收买 黄呢 就是女色勾引诱惑 导致各国政府无声无息的被颠覆 浓卫作家乔斯坦贾德写了一本哲学小说 叫苏菲的世界 曾经啊 畅销全球 书的结尾 是苏菲走出了书 走出了历史 和所有历史中出现的人物 在书的外面毁灭了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 如果在神的手里有一个写好的剧本 剧本上呢 上演的就是地球上的故事 情节由剧中人物 根据善恶的结果来安排 那么玫瑰预言会否成真呢 说起来呀 这个世界真实的一面 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好了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 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